Hello大家好 我是天眼之子的王大和 各位夏天又到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做了一条现在水枪大赏的视频 现在一年之期已到 恭迎水枪之神归位 什么 明天是水枪之神 很多朋友对于水枪的认知啊 还停留在那些 不过就是小孩子的塑料玩具这个念头上 但殊不知 现在的水枪 不管是威力还是其他的什么 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那么这第一个水枪 就是我们的冰爆电动玩具水枪 它盒子里面内容物一共是有这么几个 透明外壳的水枪本体 玩具护目镜 一个正常型号的除水弹夹 以及一个超大型号的弹骨型除水弹夹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它里面还送了一把小的水枪 这把冰爆就像各位看到那样 正反两面的完全透明外壳 你能够清楚地看到 里面每一个部件的运动情况 这个冰爆的后半部分 感觉像是可以拉栓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往水枪的弹骨和弹夹里面 去灌满水 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水枪的性能如何 在公司里实在是没有找到水盆 只能用我这个强域之湖来暂时充当一下水盆了 把弹夹栽进去 来试一下啊 我的力量好大呀 刺的我手还真是有点痛的 我们还是到外面去 空间大一点的地方再去测试吧 好的 为了测试我们这把冰爆的实力 我特地转移到了我们的阳台上 一个非常安全的角落 在我面前摆了这个纸杯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用的标把 同时呢 我这把冰爆呢 也换上了我们的大弹鼓 保证续航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测试环节 好的 那么我现在距离我们的标把 大概四米左右的距离 接下来就用我手里这把冰爆 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用最快的时间 本来六个纸杯全部击倒来 准备 我们靠近一点 我们靠近一点啊 三米左右的距离啊 我就不信了 我还击倒不了它 纸杯纹丝未动 两米 哎 我们最终这把冰爆在距离我们的标把 两米左右的位置 成功的击倒了我们的纸杯 不过呢 有一说一 它这个弹鼓是真耐玩啊 而且呢 它这个枪击后端的这个联动结构 也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整体设计上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环式 让水枪也拥有了后座力的体验 整体体验下来还是不错的 之前我们测评过很多软弹玩具 软弹玩具有一个共性 外形做的越仿真 喜欢它的人就越多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水枪场上 也发现了这个客观规律 他们推出了一款 水枪版QBZ 这个质感可以的啊 就这个外观 它要是不从枪口里发射那么一两个软弹 那都对不起它这个造型 这个枪上面安装有握把 手电 激光瞄准 以及一个可变倍率的镜子 人家这个弹匣足足有这么大 装上水一斤多 拉动枪栓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那么这个声音是什么呢 这个声音其实是一个吸水的声音 它可以在你水枪没有水的时候 把你的枪口伸进水里 然后拉枪栓 我应该装个弹匣的 它除了正常安装的这个弹匣之外呢 它还额外赠送了一个更大一号的弹匣 同时呢 它还给了你一个装弹匣的一个东西 你平时出去跟朋友玩的时候 可以把它憋在腰上 这样子做一个备用弹匣存在 这个QBZ真的是让我觉得 如果拿这个东西去跟朋友打水招 那真是无往而不利啊 人家弹匣本来就大 人家还有一个备用弹匣 人家还能吸水 你说这手哪说理性呢 话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来测试一下它的实际使用情况 接下来就用我们这把QBZ 同样挑战四米把 准备开火 雷声不大 有点子倒不小 四米左右的位置 就已经能够对我们的标把 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 两米左右 两米左右 这个动力就已经非常强劲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水枪也有暗器 接下来的这个水枪 我愿称之为水枪刺客 就是这个 我找遍了整个包装 唯一的汉字出现在了背面这里贴上去的这个合格证 它的主要就叫做趣味玩具 这两个水枪就是水枪界的锈剑暗器 当你在跟朋友进行水枪对战的时候 你可以假意投降 然后趁机 投袭的时候呢 只要你穿一个长袖 用袖子把我们这两个水枪锈剑给盖住 对方就发现不了了 水枪冬天不能玩吗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灌满了这两个水枪刺客的体内 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按动这个按钮 它就能发射了 给各位演示一下 站住 走这 好 走吧 公司本家 受死了 今天的这个水枪将是我们此前拍过所有水枪里面 品牌最大最响亮的一个小米的水枪 小米现在已经不单纯的拘泥于它的手机和它的智能家居了 开始做玩具 最先来做的也是有一套 米家无线洗车机 我在这一定要声明一下啊 咱们今天这个呢 绝对不是广告 我呢一开始看到小米出了一款水枪 然后呢我就想买来测试一下 但是呢我下单了一个星期 他就是不发货 他跟我说 产品有质量问题 已经召回维修了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无线洗车机能否胜任我们水枪的工作吧 卖家跟我说如果是打水仗这个洗车机比水枪好用一万倍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一条胶皮管 不贵这小米啊 这就不是那些水枪能比得了呢 你知道吗 看看人家这个洗车机的这个喷头 好粗啊 我的天哪 你让这些小水枪怎么跟它比 这是咱们水枪的搬手部分 家人们听听这澎湃的动力 这能是那些寻常水枪能比得了吗 好的 那么现在你看到呢 就是一个完整版的水枪了 不过呢 这个水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必须要把这一头呢 放在水里面才能使用 我们呢 冲去找一个有水的地方去给大家进行测试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把管子的另外一头呢 接到了水里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水枪的真正实力如何 发生了什么 我这镜子洗得好干净啊 我操 要是去水上乐园带一个这个东西 我就问问还有谁 这个小米洗车机官方提示 不要对着人发射 那至于前面咱说拿它当水枪来用的 完全就是在整活 接下来呢 我就要躲在这个防暴盾后面 亲身体验一下 被这个小米洗车机正面击中 将会是多么大的力道 沟老师我们准备开始吧 321开始 根本没感觉啊 哎 三百块 是 脖在我 吃 吃